今天我们来到了叶哥心心念念想吃的蒸海鲜 这家Daily City的蒸海鲜店面不是很大 它的蒸炉都是从国内运过来的 这里的吃法就是蒸炉下面煮粥 蒸炉上面蒸其他食材 下面的粥可以充分吸收食材的味道 在蒸之前先放上吃货喜闻乐见的粉丝 我们先蒸的是秤子王 服务员帮我们放好秤子王之后加上蒜末 调好蒸的时间大概两分钟之后就可以吃了 蒸海鲜它的灵魂其实在于它的酱料 简单的自制辣椒圈海鲜酱油 就能自然的引出海鲜的鲜味 辣椒圈的微辣更是能让人食欲大增 然后就是要蒸贵妃棒了 贵妃棒要蒸的时间短一点 大概两分钟就好了 一蒸好就瞬间被小伙伴们清盘了 下一道是扇贝 这次的扇贝看起来很肥美 而且这个季节正好有红糕 非常满足 虽然这次是蒸海鲜 但是也可以蒸其他食物 我们就点了一个和牛 说来神奇蒸的和牛其实完全没有油腻感 非常好吃 和牛应该是我觉得当晚最佳了 非常推荐大家来试一下 服务员当时还推荐了我们一个海鱼两吃和象拔棒两吃 由于之前我们吃过象拔棒 所以这次选了海鱼 如果你选了象拔棒的话 请千万要记得要蒸熟再吃 因为我们有朋友之前在这里生吃了象拔棒之后 回去胃非常的不舒服 这次的鱼的骨架拿去用椒盐炸 鱼肉和能吃的鱼内脏就可以清蒸了 我觉得鱼肉还是可以的 但远远没有它的椒盐鱼骨做的好吃 最后我们点的就是叶哥迷之喜欢的虫草花蒸鸡 蒸鸡的鸡汤最后还会流到一开始的粥里 然而我一直gap到这个虫草中鸡的美好 蒸鸡没有什么味道 鸡胸肉又有一点柴 但是叶哥非常喜欢 那最后的最后就是可以喝这碗粥了 由于它完全吸收了之前食材的精华 感觉就是把今晚整个这顿饭又回味了一遍 他们家味道很好 我唯一觉得就是价位有一点点高 性价比比较低 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 可以在家里自制 不过清洗海鲜就是非常的麻烦 好了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哦 下一期见拜拜